在领着楼楼们在这船上把玉酒偷喝了三坛子半 其实就等于打开了四坛 这楼楼兵们替袁小七担忧啊 七爷咱喝了这么些酒怎么办呢 袁小七如果有办法 你们把那几坛酒打开 往这空坛子里边晕 一个里边倒上半坛酒 我那个舱里边有三坛村酿的土白酒 把那个白酒兑在里头 要是不够的话 咱们再想法兑点凉水 我估摸着不用兑水 那些个土白酒掺和里边就够了 往里倒 好 这些个楼楼兵又把那些个黄蜂玉酒打开了 说实在的 他们动了四坛 要想再补齐这个 就又开了四坛 现在真正没开封的这黄蜂玉酒 就剩两坛子了 他们给动了八坛子 那四坛酒倒到这里边 都倒成了半坛了 然后又把软小七放在船舱里边的那三坛村造的土白酒 拿出来 打开封口 又往这坛子里边灌 可是有一样 软小七那个村造土白酒啊 那个坛子啊 是那种桃泥的 跟黄蜂玉酒 那装修不一样 人家黄蜂玉酒 那都是瓷的 而且这个坛子的容量 比那个村造的那白酒容量大 所以那三坛子酒都堆在这里边 软小七一看这黄蜂玉酒啊 这些坛子里边都不满 这些喽喽兵一看傻眼了 哎七爷 这酒都不满呢 这不能 这让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这不能这样 软小七说 那这样 弄掉凉水 对了一半 凉水 咱这船上现在没有凉水 你们的真笨 咱这不是船吗 咱这船在哪走呢 不是在水上吗 是 哦 您说就用这凉山坡里的水啊 咬这水往这里边灌 那怎么办 满不了 人一看不假了吗 哎 不过这 这水太浑呢 软小七说这样 现在也不摇鲁 也不当讲 全停 把船给我停在这 鲁桨不动 所以这水底那些个淤泥也就搅不起来了 等那个水清一清 泥 往下沉一沉 然后 咱们再咬这水 听见没有 好嘞 船停在这 等了一会儿 鲁和桨都不动了 这水啊 是 清了一点 但那也不是彻清 因为这个凉山坡 这个水啊 古代 又叫大野泽 这个水哪来的呢 是黄河改道 泛过来的水 黄河的水 本来就不清 那么泛到这里来之后呢 由于呢 它流动量不大 所以这个水 经过一段时间 好像清了一些 毕竟不像山泉 那么透彻 你要拿它冲酒 有点问题 但是现在 阮小七已经顾不得乐了 船停在这儿 这个水呢 往下又邓了邓清 最后 阮小七告诉他们 你们拿那碗 拿那水咬子 一点点的在那个瓶上 飘着咬 咬完了 把这坛子一个个都给我灌满 是 这些个喽啰兵啊 就在那个船的周围 就咬这水 咬这凉山泊的水 这个咬一下 那个咬一下 其中有一个是近视眼 眼神不太好 他拿这个水咬子 他还觉得 要咬那个最清的水 看到这边啊 好像是比较清亮 这个水还有纹粮 咬了一咬子 殊不知这一咬子 咬上一条小云来 小活云还在水里边活着呢 他竟然是没看清楚 光也倒在那个玉酒坛子里头了 这些个喽啰兵 谁也没注意他呀 所以这个玉酒坛子全都摇满了 阮小七一看 行了 快点 原封都给我封好 这些喽兵 小心翼翼的又都封好了 封好了之后 阮小七把事先准备那酱子都拿出来了 又把这黄蜂封好了 这才吩咐开船 走 这么一来 阮小七他们在这个凉山坡里边 可就耽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呢 陈太尉带领着张干半礼玉侯 分成两只船只 已经到了金沙滩 金沙滩上 现在宋江带领着忠义堂上所有的众位头目 迎候在这里 今天都打扮的是衣冠楚楚啊 宋江毕恭毕敬 诚惶诚恐 站在金沙滩 他为首望一晚处手打凉棚 眺望 一看呢 两边是大战船 当中间来了两只小船 是中型的战船 诶 宋江一看就纳闷啊 派去的是三只战船啊 当家这两只战船 这怎么回事啊 两边的大战船相抗案了 船车的人全下来了 浪里白条张顺和阮小二 过来给宋江见礼 宋江说 太尉呢 太尉就这两只船 他们分成这两只船来了 宋江说太尉怎么坐小船来的 这个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 这个 鸾小齐 他在那个船上跟我们一摆手 不是出什么事的 反正是他们上那个船了 宋江一瞧 这太尉 袍子底筋都湿了 来到金钱的时候 太尉一上岸 小门口吕方 还有赛人贵郭胜 等等 他们一介绍 宋江这就知道 这是陈太尉 陈宗善 宋江赶忙走两步 先抱拳后跪倒 陈宗善这功夫 怀里边就抱着一个赵书匣子 又叫丹赵匣子 为什么叫丹赵 皇帝亲自写的这个书文 他叫赵书 丹赵呢 就因为皇帝是用朱砂红笔写的 所以叫丹赵 丹乃红颜 这丹赵匣子 他在怀里边抱着 他一抱着一个丹赵匣子 这就意味着皇帝圣驾清临 所以宋江跪倒身去 迎接太尉来迟 望多多海寒 多多原谅 他又冲着丹赵 抱弯弓手 跪倒磕头 罪人送江 原乃是运城小利 天道逼迫 在梁山为寇 是乃是有愧国家 有愧圣上 今日天降诏书 我梁山上众位弟兄 感恩戴德 万岁万万岁 宋江跪下 这就磕头 宋江这磕头 身后跟着众位弟兄 也得磕头啊 宋江可以说是行三拜之礼 可是这么一帮子弟兄里边 不全是三拜 有的是两拜 有的是一拜 当然不拜的没有 那两拜和一拜的 那从心理上 有个愿意不愿意 的问题 宋江三拜之后站起身来 这位陈太尉马上给他指引 说这位是张干般 这位是李玉红 一个是蔡太师府里的 一个是高太尉府里的 一提高太尉府里的 抱着头林冲在旁边 那眉毛就立起来了 因为林冲和太尉高求 两个人那是接下不可解的渊重 林冲一听 怎么着 林高求手下的人也来了吗 他也到来招安来 林冲心里边是不同意招安的 但是林冲这个人呢 那个性格比较随和 能忍能厌 他没说什么 这个公佛宋江 要给这位张干般和李玉侯 两个人见礼 然后请他们一起上山 这伙的人在宋江头前带路之下 来到梁山上 忠义堂 来到忠义堂上 先让这位陈太尉正面端坐 众位弟兄两旁边都坐下 陈太尉瞧瞧瞧宋江 宋江 我们现在奉旨到此招安 首先第一件大事 就应该是宣读圣上的旨意呀 宋江说是啊 宣读圣上的旨意 必须等弟兄都得到齐呀 是啊 你们的弟兄都到齐没有啊 宋江说好 您先稍后片刻 我马上点名 宋江马上吩咐 首先人把花明册拿过来 打开花明册 从头到尾 点名 第一个当时是宋江了 挨个往下点 点来点去呀 发现这阮小齐还没来呢 宋江一看 他这船走去了 这工夫陈太尉就说了 别提了 他这个船漏了 宋江一听这可怪了 阮小齐那是水军首领嘛 他的这个战船怎么能漏呢 话刚说到这儿 阮小齐回来了 阮小齐回来了 而且那石潭玉酒也抬上来了 这石潭玉酒抬进中一堂 往地上一放 阮小齐就说了 哎呀大哥 别提了 这船漏了 在道上啊 我跟着弟兄就得把他堵住啊 堵漏啊 要不然这只战船就不白扔了吗 哎呀 费了好大的劲啊 总算是给堵上了 阮小齐一边说话的功夫 宋江就观察他 发现这个阮小齐这个脸红扑扑的 怎么回事啊 他喝玉酒喝的 喝多了 而且他手下带上了那些个楼楼兵 都个个红头上脸的 宋江没工夫多思考 宋江说既然如此的话 船堵好了吗 哎哆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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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阮小齐也来了 接着往下点 人到齐了吧 接着又往下点 从头到尾 108位全点 完了之后 107个 还缺一个 谁没到呢 黑旋风李逵 这李逵一步到 宋江可以的占心 宋江心想李逵哪去了 他问众弟兄 李逵呢 这弟兄们 有很多人没注意 说李逵 哎 刚才您领我们下山的时候 我们还看见李逵呢 宋江说 燕青 宋江知道燕青老跟李逵在一块 他问燕青 燕青 李逵上哪去了 燕青说 哎大哥 嗨 别提了 这李逵啊 他可能是昨天晚上没吃好 还是今天没吃好啊 拉肚子 上牟房了 他蹲肚 大哥 别等他了 这门是圣旨在这 你说他那牟房里头 这这这等他也不对啊 宋江已经真是罢了 那好 不等他了 太北 您宣读诏书吧 陈太北 在上边把这个诏书匣子打开 当时就把皇帝的诏书拿出来 诏书这一拿出来 张干半根李玉侯在旁边一瞧 哎 我说你们 终于堂上了几个首领 这要宣读诏书了 你们都得跪下呀 啊 怎么还都在这站着 宋江一惊 是啊 弟兄们 圣上的旨意到此 丹招在此 我们大家一起归岛 说到这里 宋江带头 呼啦 跪下 跪倒了一片 陈太北 把这诏书打开 他就念上 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 五帝 凭礼悦 而永封江 三皇 三皇 用杀法 而定天下 侍从顺逆 人有咸鱼 朕成祖宗之大业 开日月之光辉 铺天率土 往部归服 尽为宋江等辈 尽为宋江等辈 孝聚山林 劫掠俊义 本欲用掌天讨 陈孔老我生民 金钦钦 太尉太尉 陈宗善 前来昭安 赵书到日 即将拥有 前两军器 马匹传之 木向那官 拆毁朝穴 率领赴京 圆免本罪 倘获人类良心 宿利昭治 天兵一致 调衬不留 过此招式 响意之息 宣河三年 梦下四月 他们这个诏书读完了 下边众弟兄在那跪着 鸭雀无声 为什么 大多数的首领 没太听明白 梁山上这些个人呢 文化水平不太高 有的完全听懂了 有的没太懂 有的压根就没懂 这个功夫 花和尚鲁之身说了句话 哎大哥 皇帝的诏书 咱们可是头一回听着 皇帝这个诏书 用的都是文词 我们山寨上这些个弟兄 都听不太清楚 能不能找一个明辈人 给咱们当白话说一遍 我们好明白 怎么样 弟兄们 大伙一起说 啊是对对对 大哥 我们没听懂 这赵叔怎么个意思 这功夫胜手书生 萧让主动的站出来 大哥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怎么样 军师无用在旁边说 萧让啊 你给众位弟兄 给解释一番吧 萧让说 我多一个字不说啊 我那皇帝诏书的原词 给大家解释 萧让这一走过来 太尾陈宗善呢 把这个诏书就铺在了桌案上 萧让看着这个诏书 就给众位弟兄开始解释了 萧让说 皇帝这个诏书啊 是这么说的 他说这个五帝呀 是凭着礼乐而有的疆土 古代不有三皇五帝吗 这个五帝凭礼乐有的疆土 那么三皇呢 是使用兵力而得的天下 事情啊 有顺有力 作为人呢 有闲人 有愚人 皇上自个说了 说他呀 顶承着祖宗的大业 开了日月的光辉 大宋国朝的光辉呀 就像日月一样啊 普天率土 往不归佛 就是全天下 所有的国土 都是大宋朝的 有哪一个 敢不归佛呢 最近 宋江等人 他们吵吵闹闹的 聚在梁山的山林之中 他们解夺周城府县 皇帝呢 本来与用章天讨 打算大张旗虎的 剿灭你们 但是呢 又恐怕 劳动 黎民百姓啊 小国的百姓 不难宁 所以呢 今天 派来了太尉 陈宗善 对你们进行招安 这个诏书一到啊 你们就把 所有的 钱粮 军器 马匹 船只 全都交给官府 从今往后 官家都收了去了 拆毁 潮穴 拆毁潮穴 知道吗 鸟住的呢 叫潮 兽住的叫穴 就是我们这帮鸟兽 把你这房子都拆了 啊 不能再留了 率领 附京 带着咱们呢 就进京都去了 原免本罪 我们这些人 原来犯的罪 都给你免了 躺货仍媚良心 要咱们大家伙 不听这个啊 委内赵志 说这个赵叔 到这儿 我们有所不从的话 天兵一致 调衬不留啊 天兵一致 就是国家的队伍 一到的这儿 调衬不留 调呢 一个尺字 一个招字 念调 一个尺字 一个臂 手的臂 念衬 这两个字 都是一个讲法 就是小孩要换牙 所以这个孩子 刚一换牙 就说小孩 真要是官兵一致啊 连换牙的那孩子 都不留 全给杀了 故此告诉你们 想都得知道 就这么个意思 这圣手书生 小杖就这一解释 弟兄 哇 和尚 拢着身 你听 腾愣一下 先站起来 这是什么话 皇帝降旨 不是来招安吗 我看 这是争脚 我们来了 啊 什么叫 巢穴 我们是人 我们怎么住巢穴呢 啊 武松腾愣 也站起来 我看 皇帝的诏书里边 根本就没有 真心招安的意思 这是灭我们 良善的威风 小瞧我们众为弟兄 这个功夫的张干半根 李渔侯在旁边 来了提起来 他俩站起来 你们好大的胆子 啊 干什么 这诏书宣读完的时候 你们怎么 要反抗吗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下面跪着的 这一百多个人 我就知道 你们哪个不是犯法的 哪个不是犯罪的 啊 你们杀人越祸 身背着罪名 据我所知 有的有一条人命 有的两条人命 有的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 趴到梁山之上 你们现在在这战眼残喘 现在皇帝降止招安 把你以往的弥天大罪 一律都赦免 让你们进京城 大的小小的 还给你们一个官做 让你们吃荒粮 拿官抢 现在你们还不乐意了 至于说 什么巢穴了 那个 那就是一个用词的事情 你们挑剔这要干什么 皇上的诏书 你们哪个敢违抗啊 他一说这话 忽然间就在这个中意堂上边 那大梁坨上 打着一声劈类一样 我敢违抗 把这小子吓一哆嗦 他没想到头顶上还有人家 谁在上面呢 李逵 这黑战王李逵怎么跑那上面去了 刚才宋江带领着众为弟兄 要下去迎接陈太尉 这李逵就不去 李逵呀 最近一听说要来招安 顶着一脑门子的气 窝着一肚子的火 跟宋江是说不明白了 背地里就跟燕青之嘀咕 要不跟戴宗说 李逵说 我不愿意他们招安 大哥这是怎么的了 燕青你只好劝李逵 可是今天陈太尉真来了 宋江要到金沙探车去 迎接陈太尉 告诉众为弟兄 一起下去 李逵没走 其实燕青也没去 燕青劝李逵呢 燕青说你得下去呀 要不大哥发现你没在 怎么办 大哥发现 发现就发现 我 我我我我回我屋了 燕青又回你屋干什么 我回我屋我睡觉 燕青你回屋睡觉能行吗 大哥到这之后 宣读诏书的时候 哪一个弟兄都不能少 哪一个弟兄都不少 我就不在 燕青说你不带人家派人 到你屋里边抓你去 哎 可也是 哎 燕青 你给我出个厨 我我我藏起来 我指定不跪下接这诏书 燕青说你藏哪啊 李逵说 哎呀 我这样 我藏个地方 让他们谁也找不着 他一抬头 就看见忠义堂上的大良婆了 这个大良土有一暴多粗 好无料的 人躺在上面看不着 李逵说我就上到上面去 燕青 你搭我一把 我在旁边爬上去 燕青说你可别摔下来 李逵说从上面一望就下来了 现在是上不好上 下好下 燕青说你上到上面去怎么着呢 我在上面我睡觉 他们把这个诏书宣读完的时候 等那帮小子都走了 我再下来 我不给他磕着头 燕青人也笑 燕青帮着李逵爬到那大良坨上去 燕青嘱咐他 你可千万别说话 什么事你别管 李逵就说 我什么事也不管 除非忠义堂着火 我怕烧死 我蹦出去 要不着火的话 我就在上面躺着睡觉 可是他那么说 这么一帮人都来了 他下边这么热闹 他能睡得着吗 李逵在那躺着一直在听着 听底下宣读赵书 开始他也听不明白 鲁志申这么一问 圣守书生 萧让这么一解释 李逵听明白 尤其是张干半礼玉侯 两个人在旁边一说这个大话 李逵在上面 拢不住火了 他熬了熬了喊 我告诉你们 你们想在这灭我们弟兄的威风 休想奔的一下子 他犹打那个大方圖 一下子就跳起来 跳到了忠义堂的当中 这一跳起来 不光说众威弟兄 下了一跳 这张干半礼玉侯 也下了一跳 哎呦我的天呐 这梁山上的人怎么还在上面藏着一个啊 李逵叫起来之后 二话没说过了一把 就把李玉侯那拨领子给耗住了 张干半礼玉侯一看 哎 这是什么人 宋江这工人就站起来 可是李逵已经不容宋江说话 他耗住这位李玉侯的拨领子 眼珠子一盗 我问你 东京汴梁来的 你在这装什么大 我告诉你 你东京汴梁那皇上 他不就是姓宋吗 我大哥也姓宋 热情了老子 我杀到东京汴梁 夺了他那个鸟尾 让我大哥在那做皇上 我把你们这些个将招书的人 一个一个都宰了 李逵这句话说出来 这个李玉侯瞅着李逵 腿肚子之哆嗦 为什么 他是上泰安申州去过的 那太阳安申州的枝州 跟他一块在那看台上 瞅打泪 就是李逵跑到看台下边 两膀子把那看台人给拱塌了 所以说那个李玉侯一看李逵 那就吓破了胆了 他嘴里边说的什么 他自个都不知道了 李逵后他脖领子 使劲忘记那么一扯 吃啦一下子 他这个脖领子 这是护领 这护领是后钉上去的 李逵使劲往怀里一拽 这李玉侯望后一坐身子 把这护领线给扯开了 吃啦 这护领是一大圈 这一大圈他没全扯下来 扯掉了四分之三 还有四分之一在那连着 李逵扯起来之后一松手 这护领子下面搭了着 这李玉侯一看 当时下子说不说话呢 张干半在旁边一看 这位这么厉害 这张干半也不敢说话了 就这功夫 李逵一把手 就把那个赵书在桌子上面拿过来了 他把赵书给撕了 他把赵书放在桌子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